特斯拉要拆股了 拆股对股价有什么影响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最近特斯拉传出要拆股的消息 拆股对特斯拉的股价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个问题 昨天特斯拉因为拆股的消息大涨了8% 在连续8个交易日的上涨之后 重新战胜了1000美元的大关 其实要想知道拆股对一个公司的股价有何影响 我们就要先了解为什么公司要进行拆股 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个笑话 有一天小张下班回家的路上 准备买一张披萨当做晚餐 取餐的时候店员问他说 你是想要切成4块还是想切成8块 小张说还是切成4块吧 少吃一点 我最近在减肥 其实不管切成几块 小张还是吃到了一样的披萨 而这个比喻其实就很好的解释了 什么是拆股 这款披萨就好比是一家公司的市值 披萨的片数就好比是流通股的大小 披萨越大就代表着一个公司的市值就越大 即便是披萨的数变多了 每一块看起来披萨比较小一点 可是披萨的总量还是一样的 当我们持有一家股票的时候 我们其实买入的是一整张披萨 只有公司的市值增长 也就是整体增长 整个披萨都在变大的时候 手里的股票才会变得更值钱 所以单纯的拆股或者单纯的合并股票 并不会对公司的市值产生影响 那既然拆股不会影响公司的市值 为什么有了公司还要进行拆股呢 拆股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满足大多数投资者 对于低价的心理偏好 大部分的人发现股价变得便宜了 会更愿意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比如说特斯拉之前的股价 只有100多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买 但是现在涨到了1000多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上车的朋友 如果说在1000多的价位再次买入 心理上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当时100多的价格的时候 并没有进行操作 所以我们会一直因为当时没有买进而后悔 但如果说股价突然间又回到了100多 那这个时候再去买入 心理上会更好接受一些 并且买入的人也会更多 而买入的人多了 新投入的资金就会变多 股价自然而然也会得到抬升 这也是很多公司拆股的主要原因 正因为这个原因 拆股本身并不会对公司的市值 直接造成影响 但是却会给投资人的心理 造成很大的影响 并且影响公司的市值 如果说拆股既能增加股票的流动性 又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入场 那么公司为什么会选择合股呢 或者说对于美股来说 有些公司进行合股的话 那就要十分注意了 通常情况下 公司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才会发生合股 一方面 有可能是由于某家公司 长期经营不善 导致股价低于亿美元 而美国SEC有规定 对于那些连续30个交易日 低于亿美元的股票 纽约证券交易所 将会启动除牌程序 因此为了防止被退市 这些公司可能会选择进行合股 使股价超过亿美元 保持自己的上市状态 而合股虽然说能够让公司 短时间之内 躲避掉退市的风险 却不能真正改变公司的经营状况 如果公司的基本面 不能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那可能还会再面临合股 甚至退市的风险 第二种常见的情况 就是一些反向的ETF 比如说很多投资者会买UVX来对冲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 UVX的K线走势 就会发现它作为一个反向的ETF 不停的在合股 相对于10年前 也就是2012年的股价 当时如果折算的话 已经到达了20多亿美元一股 总结一下 分析家公司不能只看股价 因为公司可以通过拆股 或者合股来达到理想的价位 那就像一张披萨 不管切出来多少片 整体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看整个公司的市值 近期的基本面 对特斯拉来说 也是有一些利好的消息的 对于想投资特斯拉的朋友 近期的有两个基本面的消息 一个利好一个利空 利好特斯拉的是 美国公路局恢复了一项政策 对于燃烧效率 未达标的汽车企业 处以高额罚款 这里涉及一项碳积分的事情 目的就是要降低碳排放 推动传统汽车的转型 传统汽车燃烧化石沾料 会产生碳排放 需要自己制造电动车来抵消碳排放 或者说也可以去购买碳积分 要不然就要罚款了 因为特斯拉只生产电动车 所以说就会有大量的碳积分的剩余 它可以将这些碳积分 转卖给传统车企 之前特斯拉靠倒卖碳积分 已经获利超过50亿美元 这是特斯拉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 当政策进一步扩大 或者当政策进一步严格 对于传统汽车的罚款可能会更多 那么那个时候碳积分就会变得更值钱了 另外特斯拉也在以超过70%的增长速度 在交付电动车 这样一来 它的碳积分就会有一个量价奇增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政策对特斯拉是绝对的利好 利空主要是针对马斯克 拜登提议 对超级富豪和企业增加税收 开立了一项亿万富翁的最低税收的政策 对于收入最高的0.01%和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 征收20%的所得税 来用于提高国防的预算 那这一部分20%的富豪税 包括未实现的收益 那我们平时在买股票平仓之前 都叫做未实现的收益 也就是福盈 那伊万富翁们虽然说不卖出股票 他们也可以把股票质押给银行 从银行借出钱拉花 生活品质并没有受到一丁点的影响 那如果没有人逼着他卖股票交税的话 他可能会无限期的拖下去 那2021年年底 ASK为了缴纳期权收益所产生的税收 卖出了他所持有的10%的特斯拉的股票 从而把股价从1100多美元砸到了1000以下 马斯克目前是特斯拉的最大股东 占股为16.7% 此外呢还有公司收益的期权 他未实现的收益可谓是非常的可观 上一次卖出了10%的股票 就砸出了一个18%的跌幅 那如果再次征税 那马斯克为了交税 将会卖出更多的股票 对股价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评论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我就不知道 일단请记得紧 Thank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